我希望有一天 不用只是在台下看 还可以上台 唇枪切剑那个就是我 我希望有一天 全队人都有机会上台 有得实践才有得成长 我希望有一天 每次上台都可以不同人 有更好团队精神 我希望有一天 比赛之前已经知道 评判名单清清楚楚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只遇到一些公道的变态 我希望有一天 辩论可以打到好像英超一样 有联赛打 香港辩论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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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会一箭定生死的地方 一个可以给更多同学参与的平台 一个更公平 更有透明度 更注重辩论技术的比赛 下一届 欢迎你和我们一拳高下 Hello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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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的 早上是不是叫做早上 早上 欢迎大家来到 香港辩论联赛城 香港01土地大辩论 中学生邀请赛 今天很热闹的 因为我们在会场这里会有24间学校的代表在场 另一方面 今天香港01都是Facebook直播的 所以相信现在在电脑前面 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和我们一起看 接下来这两场赛事的直播 我先介绍我自己 我是香港辩论联赛的四位发起人之一 王杰慧 香港辩论联赛是什么来的呢 他是全港第一个辩论专业的联赛 我们的宗旨就是希望用更加专业的评分方法 更加公平的赛制 更加公开的评判名单 这样去打一场真正注重辩论技术的一个比赛 同时呢 也都是鼓励我们的同学 关心社会和思考自身 或者自己的环境会发生的其他的问题 因此我们其实经常都会邀请社会各界 和不同的机构和我们合作 好似今天这两场赛事是什么来的呢 大家一会看到 就是我们的甲组赛事 今届其实之前已经是这么多学校 打了五场比赛来到第六场了 甲组的最后两场赛事 我们就会和香港01一起合作 其实非常之好 其实找到香港01 因为他们一直大家有看他们的网站都知道 他们对于土地和房屋的问题都是很关注的 而且就着土地大辩论都有一系列的节目 活动和探讨 好像下个星期六他们都会有一个高峰会 会是高潮 但是在高峰会之前 这个星期去了解一下 究竟新一代对房屋是什么政策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因为说到最后 土地大辩论不是只为这一代的 亦都要为下一代着想的 所以这两场的赛事 我自己就很期待 我希望大家都很期待 还有很厉害的就是 我们这次请到三位评判 很厉害的青年专家 土地专家 还有经常和青年合作的专家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三位评判 首先第一位就是青年发展委员会副主席 刘明伟先生 大家给点掌声 是的 刘先生 接着第二位就是土地监察主席 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先生 第三位就是前财政司司长的政治助理 罗永聪先生 非常感谢你三位来到 你们真的很劳苦功高 因为除了决定未来两场的赛果之外 因为这是整个联赛的最后一场 你们的决定是同时决定了今年的甲组冠军 所以真的要拜托大家了 除了三位评判会劳苦功高之外 其实在场的朋友你们也有事做的 因为早前在章程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香港辩论联赛的那个评分表 是和外面的其他辩论比赛有少许分别 我建议大家可以用你的QR Code 或者Soft Copy 看回那张分子 然后这四场大家自己评估完一轮之后 就选出一个你认为你最喜欢最值得夺奖的队伍 最后都会颁一个现场观众最喜爱大奖的 所以那个奖就要靠现场大家的朋友了好吗 事不宜迟了 我将这场就交给今天的主席 那我们的辩论比赛是即将开始 好 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联赛中学甲组第三轮的比赛 今天的辩题是 居住问题是阻碍香港青年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 对赛双方为 正方 盛马可中学 及反方 华英中学 现在让我介绍一下双方的辩论 正方 主编是吴永恩 第一副编是黄思盈 第二副编是苏元波 第二副编是蔡影南 至于反方 主编是李文艺 第一副编是马永露 第二副编是黄豪津 还有结编是李晓乐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他们就不重复了 但都请大家在我介绍他们的名字之后 给一笔掌声他们的 他们分别是 刘明伟先生 李永达先生 还有罗永聪先生 本场比赛分主辩公辩一负二负 自由辩论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是4334 公辩则为每方两分钟 自由辩论则为每方三分钟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三十秒 有叮一响提示 够钟则有叮两响提示 超时十五秒则会连叮几下 详细赛规之前已经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时迷时迷时迷 主席评判 各位大家好 先和大家拆解辩题三组字眼 首先居住问题的核心在于居住负担极大 在租金方面 根据2016年全球城市商业联盟调查 香港平均租金占收入比率接近六成半 属于全球第三高 在职业方面 顾问公司demografia的数据 香港人要不吃不喝 19年才可以置业 可见香港人不论在租楼卖楼负担都极大 此为居住问题 第二 香港青年 根据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定义 青年的年龄层涵盖在18至35岁 这班人初出社会 有成家立室的需要 首当其冲灭的面对的就是 居住问题 第三 向上流动 根据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定义 向上流动是指在经济地位上的提升 例如是在收入和资产这两方面 是一个持续向上的概念 我方必须强调 衍生问题的关键因素可以多于一个 而居住问题是关键因素之一 所以解决居住问题才可以协助青年向上流动 我方衡量变题标准就要视乎 居住问题存在 会否减少香港青年向上流动的速度和机会 我方论点有二 第一 减压累积资产速度 香港人要提升经济地位 主要有四大方法 包括置业令资产升值 打工存钱 投资金融产品和创业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黄佑嘉也指出 以往不少香港市民租住公屋为起点 通过楼换楼的形式再购买居屋 最终成为私楼的业主 在过程之中资产会不断升值 用房屋作为向上流动的工具 是香港独特的社会流动机制 可惜现时楼价疯狂飙升 青年难以置业 在四个向上流动的方法之中 置业这条路已经严重阻碍 但是居住问题的影响还未完结 置业无望的青年转去租楼 但是高楼价衍生贵租 令青年的可支付收入大大减少 打工所得的收入被租金蚕食 没得存钱 没得投资 连一个拥有创业梦的青年都被迫打烧 念头 可见居住问题影响甚广 大大影响青年存钱 投资 以及创业 四大向上流动方法 全部隐居住问题而大受阻碍 大大减少青年累积资产的速度 实外向上流动 第二 输在起跑线 限制日后发展 入大学做高薪工作 是向上流动的表现 根据2011年教育学院研究指出 全港一城最富有家庭的学生 升大学率是贫穷线下学生的3.7倍 背后原因正正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学习资源 例如报读补习或兴趣班 从而去提升竞争力 17年社协调查也显示 只有17%的贫穷家庭儿童有机会参加兴趣班 穷学生缺乏额外学习资源 主因是因为家庭收入被租金蚕食 2011年香港劏房租金综合指数研究指出 单是劏房租金已经占家庭平均入息近四成 高昂租金令贫穷家庭生活百上加根 缺乏资源培育子女 令子女在升学时严重缺乏竞争力 居住问题令贫穷儿童输在起跑线 使贫穷青年发展亦受到限制 难以逃出夸代贫穷的僵局 严重阻碍青年向上流动 总括而言居住问题令青年在儿童阶段 已经输在起跑线 发展成人后更加慢累积资产速度 最后想问有方居住问题难以解决 青年何时才能向上流动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主编发言时间为三分五十五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反方主编你有四分钟的时间 试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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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归纳花又方同学四分钟的演词 很简单一句说话 就是刘价升年轻人负担重了 就不能够向上流动 但今天不妨讨论 看看到底什么叫向上流动 向上流动说的不是一种开支模式 而是说在我的社会里面 我可不可以有足够的晋升空间和就业阶梯 令我的财富和社经地位 令我的付出相应的提升 你今天的居住问题是什么呢 的确楼价升难以置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那方和我今天将它们和向上流动拉上的关系都情有可原 但今天我方必须要厘清 其实今天香港绝大部分的人是有公营房屋的保障 或者是和人居住 所以居住的问题 从来不是说有没有地方住的问题 而是说可能有人结婚想搬出来住 或者想有些自由一点的生活 是一种改善生活素质的选择 所以它可以选择搬出来 而令到生活负担变重 亦可以选择和家人同住 而继续累积财富 所以今天有没有物业 其实根本不是能否向上流动的必要条件 更加在辩题所说 更加不是辩题所说的关键因素 也就是最重要的成因 所以真正的主因 其实由始至终都是因为就业阶梯被堵塞 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有二 首先第一就是说产业单一 香港缺乏就业机遇 其实香港自90年代起 直直面对着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 单单在金融业和服务业中的专业服务 原来已经是占了四大产业的生产总值 超过了一半 可见今天香港其实是过分倾斜着金融、地产 而服务业也是指偏重于专业服务 令到其余的产业,例如创新产业、科研、社会服务等等 发展空间越来越狹窄 所能提供的就业职位都逐渐减少 最后最顶尖的学生就纷纷涌向医科、金融等等的各种专业服务 反而一些不擅长或者不指向这些产业的大学生 他的就业选择就大大收窄 失去发挥专长的机会 甚至会失业 难怪原来现在近三成持有大学学历的新增工作人口 都是要从事文员、服务人员、店号促销人员等等 原本只是需要中学以下程度的一些低技术工种 这个数字比20年前竟然足足多了一倍 可见学历错背的问题十分之严重 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有知识 但根本没有发挥的空间 更是黄论一些没有大学学位的青年 可能甚至没有公开 最终他们的收入可能只是勉强 仅仅足够维持自己基本生活所需 更加黄论是向上流动 提升社会地位 第二 产业内的晋升机会越来越少 今天随着人口老化和全球化 高增值和高收入的职位 普遍都会比年龄比较大的从业员 或者是由外地吸回来的人才所垄断 今天根据政府统计处 经理或者行政级人员 现在有接近七成 是40岁以上的人垄断了 今天年长的高职位从业者不断增加 而且退休年龄延长 加上我们香港持续输入外地的人才 大大削弱了本地年轻人的竞争能力 难怪今天根据新世纪青年论坛 十年来无论通胀率升得多少 但是大学生的起身点也只是维持于大约一万元的水平 没有明显的升幅不止 他们出来社会工作五至十年之后 工资的增幅相比十年前反而少了足足两成 可见今天即使年轻人找到一份工 都不代表存钱 更加黄论是社经地位的提升 所以香港流动性低的问题 从来就是在于产业结构单一和发展饱和 如果今天即使有足够的就业和晋升机会 它收入可以由一万元变到五万元再升到十万元 就算买不买到楼都是向上流动 希望有空同学认清事实 谢谢各位 反方主辩发言时间为4分07秒 没有过时模式扣分 接着是公辩环节 公辩一方可自由挑选对方一位辩元回答问题 并打断对手发言追问 回答方不得反问 亦不得打断公辩一方 有违规公辩一方可即时指出 评判认同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如公辩一方如常发言 评判可自行决定是否扣分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正方请自由派出一位辩元作公辩 请你自由选择反方一位辩元接受质询 好 正方公辩开始 你有两分钟的时间 主席 评判 各位大家好 有方承不承认对着问题是其中一个因素 有方不承认有方 有方不认为是其中一个因素 有方觉得怎样才是因素 有方说我今天说过 有没有听我方主席说的呢 有方是不是今天跟你说 在看收入是行量向上流动性的关键因素 好有方看 你如何定义关键 如何衡量关键有方认为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关键 是 那我若然按照有方和和資產累積的說法 所有都可以說資產累積 所有因素全部都是關鍵 那有方和學關這條辯題 關鍵同時可以有幾樣東西存在的時候 所以有方和學說關鍵只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而是過分苛刻的定義 有方和學說只要最重要的才是關鍵 就從你的定義去看 有方和學你說今天最關鍵的因素才叫做關鍵因素 今天有方和學說就業階梯出現問題的時候 有方和學是不是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向上流動 有方和學今天你的說法 你說的資產累積有四種 有方和學今天你只是和我提出一種居住問題 就是樓價很高的時候 有方和學今天你是不是有論證那邊的關係呢 有方和學今天不是只有一種 今天我們見到就業這個階梯沒有了的時候 同樣會影響其他 因為你租樓你會減少錢去投資 去減少錢去作業對不對 是呀有方 好有方承認了 今天有方承認 今天有方都承認了 這個就業問題 居住問題 是會影響四大階梯的時候 時間到請雙方終止發言 接著輪到反方的公辯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請你自由選擇正方一位辯員接受質詢 主辯 是請主辯 好反方公辯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有方和學我方想問一下 如果一個人他的人工 由一萬元升到八萬元 但原來他沒有扭住 他算不算向上流動座呢 他當然是不算向上流動座 為甚麼有方同學 今天他人工升了 為甚麼 原來看回收入十等份 他是由第三層升到第九層 這樣不算向上流動座 但醫生住人是基本的 是我方明白 但是今天我方只問你 為甚麼他人工升了 原來他是由第三等份升到第九等份 都不算向上流動座 但是他向上流動座 但是他仍然沒有扭住 仍然交了他 是呀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不敢承認是向上流動座 因為其實他都知道 原來收入由三升到九 都是向上流動座 那我方又不明白了 如果一個人他有扭住 但是他收入連連頓 甚至不斷被人頓冬菇 那這個是不是向上流動呢 問題是因為樓價問題 才導致他們要交這麼多座 有方同學答我 是不是向上流動座 是 是 好有方同學不認 有方同學覺得這樣也叫向上流動 是嗎 即是你覺得原來只要有層樓在手 無論我收入怎樣 都叫向上流動座 但是這個是一個資產升值的方法 他有資產的時候 最新給他的錢都會給自己 他有資產會升值 有方同學 今天不是呀 如果一個富豪 我要買一輛超跑 以及對比一個市民要買單車 那他的負擔當然大了 那是不是代表他的流動性又低了呢 跟上有方同學的邏輯 是 有方同學今天回答 就是因為他知道富豪的收入大 所以他的流動性不是高 那今天有方同學其實 他自己一直都答不出 原來就是因為 原來就是因為 其實他也知道 原來今天關鍵因素 在說的 從來都是收入升不升 而不是說他的開支模式 那好你 有方同學今天你說關鍵 是可以多過一個 那我方同學想問一下 是不是只要影響了 就叫做有關鍵因素呢 是啊 還有想回答回剛才 其實有錢人是沒有居住 有方同學答了 我方是 那我方同學不知道 那今天你方說負擔 這個負擔比率 那其實今天我去買菜 我買多了一棵菜 貴了其實這個 都是開支模式 那我買多了貴了 時間到請雙方終止發言 現在公辯環結結束 輪到正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你現在進去 看誰有三分鐘的時間 請問 思考 主席 評判,在席各位 大家好 先看看有方同學 對於這間題的問題 有什麼定義呢 第一,定義、居住問題 有方同學覺得 承認的 今天樓價是高的 今天租金是貴的 但有方同學覺得 沒有問題 原因是因為什麼 因為青少年人可以選擇在家裡住 所以就不需要面對這些問題 但這些問題是不是存在? 是的,有方同學 好了,再者的是我們今天看看 青年人是指什麼? 18歲至35歲 有方同學都承認 但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他結婚生孩子不要緊 跟家裡的爸爸媽媽一起住就行 但有方同學今天所說的 完全是因為這群青年人 沒有面對過居住問題 而不是居住問題不存在 有方同學 好了,再看看今天變題 今天變題說的是什麼? 居住問題存在的時候 如何影響青少年他們的向上流動?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的是 不面對居住問題那些青少年人 但我們今天討論的是面對居住問題 所以有方同學跳出了這個框框 應該跟我們討論究竟居住問題如何影響到 第二個定義有方同學說什麼? 關鍵因素 其實剛剛公辯的時候大家都聽到了 有方同學一開始跟我們說 關鍵因素只可以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但有方同學論點有兩個因素 反而 其實在公辯的時候 有方同學自己也承認 一台一退再退 由最重要的因素 變相去到原來關鍵因素 除了一個之外 還可以有很多因素 所以其實有方同學所說的 產業單一 進升機會少 這些我方同學都承認 只不過居住問題 都是關鍵因素 好了,我們再看看 衣食住行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東西 有方同學今天覺得住不重要 但住也不能住的時候 怎樣跟我們討論向上流動 哪來的資格跟我們討論向上流動 我住也不能住 有方同學 總收入是怎樣計 有方同學 好了,來到這裡 跟大家計一條數 寫完2017年的研究發現 貧窮住戶交的租金 是佔總開支的四成 有方同學 食物開支佔三成 食和住已經七成 好了,我們再扣車費 看醫生、水電煤 有方同學覺得 窮人他們還有多少錢 可以培育到小朋友呢 讓他們上到補習班 讓他們上到興趣班 現在全香港各大中小學 不得不否認的是 他們最看重的就是 小朋友他們課外活動上面的財能 貧窮家庭想培育小朋友 都有心無力 有方同學 正正就是因為這樣 富家子弟他們入大學的比率 就比起窮人高3.7倍 原來居住問題 嚴重地窒外向上流動 好了,第二的就是 大家會否覺得住私路很輕鬆 原來不是的 根據同一份報告 我們發現 低開支的私路 單單是低開支 已經是佔總開支的五成 而食物是佔三成 所以見到的是 他們給了這些錢之後 根本都沒有辦法接 根本都沒有辦法儲蓄 因此今天辯題理應成立 多謝各位 正方第一副辯 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沒有過時 接著是反方第一副辯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問一下 評判助各位 我方學講來講去講了這麼久 都還在講 流教很怪的年輕人買不到樓 我知有方學 我都是青年 我都覺得買不到樓很慘 但今天問題是 你看看向上流動這個定義 有方學公辯出來跟我說什麼 你自己開出來的掌則 向上流動 說要看資產增值 經濟增值 但有方學公辯跟我說 原來一個人的人工收入 由2萬元升到8萬元 這個不叫向上流動 所以我不明白 有方學這個邏輯 為何這麼混亂 第二 有方學今天又跟我說什麼 有方學今天公辯和我方講 火三角 火三角三角的方學 都是講它的必要條件 都是它的衡量指標 但你今天有方學講的 樓價是什麼必要的衡量指標 我方呢 給你看看歷史的過去 我見到你這麼喜歡看樓價 我們看看03年SARS的時候 我們見到樓價暴跌 九百多呎的單位 百多二百萬買到 淘大花園幾十萬有交易 但有方學你會不會說 那時候的年輕人 向上流動很高 但不會 我們就是在說 因為當年經濟低迷 失業率很高 人工很低 又看看1997年的時候 原來經濟飛升 人工增長很高 樓價增長一樣很高 那些人負擔也很重 但我們會不會說 當年他們的向上流動性很低 我相信沒有人會這麼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年遍地黃金 全部都是機遇 只要你肯薄肯捱的時候 你就一定能夠出頭天 這個就是所說的獅子山精神 所以有方學 不要再出來跟我們說 樓價影響到他 我們從來單單 今天看這個什麼叫向上流動 都只是看他港版收入 有方學今天第二個論點出來說 窮人和有錢人的待遇差很遠 為什麼他們會差那麼遠 他們有錢不是因為他們有樓 所以有錢 是因為他們收入高 所以有錢 有方學 所以我們今天關鍵的因素 都只是要看他們收入 有什麼因素 阻礙到他們收入的增長 我方今天都說了 不如我們等 我們以一個青年的角度去設入看看 我今年中六可能快要選大學讀什麼科 我看一看想做些什麼 要看看香港的產業結構 原來我們看到香港的產業結構 現在側重了在四大產業 說金融、服務、物流這些 已經佔了整個生產總值五成 有方學 今天我們見到其他產業 我見到這樣的時候 自然不會選擇其他偏門 譬如創科、藝術 因為我知道選完 一來就算選了 都未必找到工 找到工 我未必找到食 有方學 我們再者 見到今天是什麼 原來其他 可能一讀普通的文學士 理學士的時候 出到去沒有一個專業的收入 中位數都是收入 一萬多元的時候 有方學 我根本不能累積到財富 有方學 但再者 我們見到今天 原來是什麼呢 今天去到我們見到 是 就算我找到一份普通的工 文員也好 可能我勤力一點 做過壽課員也好 我努力 能不能夠出頭天 都不能夠有方學 我們見到做來做去 一樣不能升職的時候 有方學 不如你跟我清楚說 為什麼有樓就等於向上流動 多謝各位 反方第一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8秒 不要過時 接著是正方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時間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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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評判 各位大家好 首先我們今天看有方對於關鍵的定義 今天我方在公辨環節 我問有方 我用火三角的例子去論證 今天關鍵 原來是可以有 同時有多樣的關鍵因素存在的時候 有方在公辨環節不敢答 但有方剛剛一副出來跟我們說 為什麼 因為火三角是有3個準則 但有方今天是不是在說這個無法去上流動的問題 只能夠有1個準則 不是有方 今天就是我們跟你說 今天居住問題 和你所說的什麼自業階梯 不夠多的問題 同樣都是關鍵因素 我方承認 你所說的什麼自業階梯不夠 人工不夠等等 都是他們向上流動不到的因素 但大家同樣都是關鍵因素 有方今天反對不到我方所說的居住問題 同樣是關鍵因素 因為有方拿著的對於關鍵的定義是不正確 好 第二再看有方 有方今天為什麼說我們居住問題不關鍵 有方說一件事就是 今天大部分青年都是住一些公營的房屋 所以他們沒有居住問題的時候 就不會有這個關鍵因素 但今天我們看到的 原來2016年有7.46萬的青年是輪候公屋 有方同學 這麼多青年輪候公屋的時候 你怎麼論證這些青年都是住公營房 他們沒有一個居住問題 再加上有方同學 我們今天看到青年委員會有一個調查 就跟他們說 有六成的青年都是想置業 有方同學想置業 樓價高置不了 難道這個不是居住問題嗎 有方論證不了 好 第三看有方 有方用以往樓價低 有方同學跟他說 之前樓市嵐 900呎的樓 百多萬就買到了 但是他們都沒有向上流動 有方用這個來反證 今天居住問題並不是影響向上流動的關鍵 但有方不是 有方同學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他們沒有居住問題的時候 當然都不一定會向上流動 為什麼 因為雖然今天居住問題 是一個關鍵因素 但同樣有其他關鍵因素的存在 解決居住問題 都並不一定能向上流動 反而如果有居住問題的存在的話 他們就必定會向上流動減慢 有方同學 這個是你反對 有方同學你從來都沒有反對過我方 論點一國跟他說 四大向上流動的階梯 都會因為事業問題 都會因為居住問題 受影響的時候 有方從來都沒有反對過 我方同學說 因為租樓貴 所以你去投資的錢會減少 去能夠創業的錢減少 有方完全不敢否認 有方說的是什麼 今天人工低 所以 今天人工低 所以就導致居住問題 有方同學 今天你將居住問題 規格在人工低 你覺得他們人工不夠高 所以賣不起樓是正常 有方從來都不認為是樓貴的問題 所以有方同學 如果有方是認為 今天不是樓貴的問題 而是人工低的問題 那為什麼政府一直以來解決土地供應 解決房屋問題 都是增加土地供應 而不是去增加青年的人工 有方是否認為 按照你的邏輯 政府通通所做的 去降低樓價 商辣椒 去增加土地供應 減低樓價 這些措施全部都是錯的 希望有方在義父 能夠出來和我們論證一下 多謝各位 政方第二副片發言時間為3分02秒 沒有過時 接下來是反方第二副片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有3分鐘 請問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有方和我明顯有兩個問題出現了 第一個問題 有方和我的主便和我們說 我們看向上流動 是看兩件事 收入和資產 公辨的時候 我方便收入高了 資產沒有變 是否流動了 有方說不是 只是看資產 那我都很奇怪 那有方和我今天究竟 它是不是主便和它的公便是完全兩樣的情況出現呢 更何況的是有方和我這麼多種不同類型的資產 只是跟我們說樓市一種 那今天如果車價上升的時候 我買不到車保值 是不是又等同於今天車價 又是影響我向上流動的關鍵因素呢 由此可見有方和我今天這麼多種資產 只是選一種 然後還要跟我們說它就是等於關鍵 沒有任何的論證功夫 到第二件事有方和我們說 只要影響生活成本的就會等同於影響向上流動 有方和我們一副說了 四成的支出就是租住 三成的支出就是在食物方面 是不是有方和我們邏輯呢 原來食物就是第二個關鍵因素影響向上流動呢 是不是現在麥當勞的預留包加價 又是影響向上流動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呢 那不如預留包加價都算了 那是不是港鐵加價又影響呢 所以有方和我們要跟我們說的是 一個人不可能沒有物慾 一個人不可能不消費 那消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所以有方和我們今天要跟我們說向上流動 不是說要將生活素質拉成一個正比 今天要說的是我們面對著同一個生活成本 我們有沒有能力可以在這個社會裏面爬上更高的階梯 如果按照有方的邏輯 今天居住環境等同於向上流動的話 那香港五十年代大部分人住板眼房 六十年代又是板眼房 是不是等同於它們的流動性美然加差呢 我看到不是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香港遍地黃金有獅子山精神 獅子山下精神不是說每人有一層樓 而是說每人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在工作上的崗位上得以升遷 在工資上得以加價 即是加價人工 而這個情況下 我方見到的就是 這些資產累積就是直接影響了 我們未來的關鍵的生活得數 也都影響了我們向上流動的支出 所以有方和大家想想 如果樓價真的那麼重要的話 現在香港政府一次過這麼低樓價 最後的情況就是什麼 月入一萬的便宜了買樓 月入五萬的便宜了買樓 月入十萬的便宜了買樓 到時候大家的街梯就不斷地向上移 但是到底社會流動 是不是就一起向上移等於流動了呢 不是呀 社會流動是說下層的人 能夠越過中間的人去到上一層 所以如果真正做到流動的話 是說月入一萬的人 它能夠收入多過月入五萬的人 從而累積到更加多財富 所以凡清日光學 不要跟我們說物質生活等於一切 真正在社會流動這個相對概念的情況下 論證給我們聽為什麼壓抑樓市 就等同於可以協助到市民 青少年向上流動了 其實我們今天身為香港的青少年 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方都贊成 我自己一個青年人都很想自己一個出來住 而我們最擔心最氣憤的是 為什麼我們一個醫生 努力工作這麼多年都供不起一層樓 但是我們說向上流動的問題是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去讀書 但是做了醫生之後都仍然人工 沒有加緊這個問題 我們說的是 為什麼我這麼努力工作 仍然處於一些低收入的職業 現在有三成的新畢業的大學畢業生 是處於一些低技術的勞工工作 而這個比例是不斷增加 我方見到的是 他們不是說想要扭那麼簡單 他們是希望能夠透過自己努力 拼到自己一番天地 所以請友方和倫靜 為什麼壓低樓等於協助向上流動了 多謝各位 反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3分07秒 沒有過時 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 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筆 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勝於時間 該方可自由派出一位或多位便員發言 而每位便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 如本環節結束時 在場人士發現有便員從未發言 該便員所屬一方 將被每位評判扣除五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自由辯論環節 現在開始 請正方派出一位便員 首先發言 師妹 徐々哥 各位大家好 看回今天辯題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不是有什麼因素 導致青少年人向上流動不到 而是要講究竟累積資產 究竟房屋問題 會不會導致他們疾外了他們 所以想請問有方和直接回答 累積資產慢了會不會減慢 他們向上流動的速度 會呀有方同學 但你講的是今天不僅是資產 也講收入 你主便講的一個準則 那我想問 由月入二萬到月入八萬 但他都沒有買過樓 這個狀態是否向上流動了 好了有方同學承認了我們論點一 累積資產的速度慢了 向上流動的速度都會慢了 其實有方同學講了這麼多個論點 和我們講了這麼多個因素 我方同學都承認的 因為他們都是關鍵因素 原來有方同學承認了 即是說你又是因素 我又是因素 所有因素都是最關鍵的時候 究竟哪一個才有凌駕性 有方同學不需要比較 哪一個有凌駕性 因為今天關鍵並不是比較 而兩者都是關鍵的時候 今天有方同學 你要推翻我所講的居住問題 並不是關鍵因素 今天關鍵是說它比起其他普通因素關鍵 今天火三角都不會計算風速或濕度 都是其中一個之一 所以有方同學要跟我論證的是 為甚麼今天你那個提出因素 但為甚麼它是關鍵 好啊現在告訴你 原來樓價季會造成甚麼影響呢 阻礙人來置業 阻礙人來儲錢 阻礙人來投資 阻礙人來創業 這樣見沒有關鍵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我想問一下你的是 他現在置業不到 但是他的收入同時間增長 究竟是否一個上流動的狀態呢 有方同學正面回答 唉收入多那又怎樣 樓價貴是不是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原來我由收入2萬元 上升到10萬元 這個它不是一個向上流動的狀態 那它在甚麼狀態呢 是不是向下流動呢 都說我承認這個因素 有方同學我再問多次 樓價高 我收入這麼多次 我收入當我2萬元 現在佔我五成 那就是說我今個月剩下1萬元 有方同學是不是覺得 原來我升到多少錢都好 樓價繼續升都沒問題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知道收入才是 收入它有提升的時候 它就是向上流動了 那其實是否證明它有沒有樓 買不買到樓 不是最關鍵的因素呢 買不買到樓 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住不住到才是最關鍵的因素 衣食住行 住都住不到的時候 有方同學竟然有資格 跟你說要向上流動 有方同學你是說 供款比率越來越差 但是我看到的是 我如果能夠人工提升的時候 我供款比率自然不斷下降 所以反正有方同學 為何今天工資 反而是比起你的土地問題 沒有那麼關鍵呢 工資高理所當然好 租金高是不是又理所當然好呢 有方同學今天和你講到居住問題不重要 莫非有方同學是想著 三十幾歲到六十幾歲 有老婆有子女 原來都是住在爸爸媽媽的公屋 是不是 那三十幾歲 如果他可以 能夠由原本沒有收入的清潔工 或者是一個學生 去到現在成為一個醫生 你覺得這個是不是流動了得此其一 到第二 就是今天有方同學 你說今天這麼多種不同類型的資產 你就是說房屋 你又怎麼論證到關鍵呢 有方同學都說 我承認下你的關鍵因素 最重要的是 我現在居住問題都面對不到 面對著居住問題 有方同學怎麼解決 有方同學你說是住都沒得住 但我想問現在香港的年輕人 訓街的比率究竟有多少 我們是不是真的沒有地方住 有方同學覺得不需要自業是還是不是 我不是說不需要自業 自業當然是人人的理想 但不關向上流動的事 有方同學 凡請有方同學和方論證 為什麼你理所當然覺得樓價高 等於是會向上流動 那是否九十年代樓價不斷高的時候 當時的向上流動的情況 是比於03年SARS的時候更加差呢 有方為什麼自業不等於向上流動 自業等於但不等於 自業等同於是影響向上流動的關鍵因素 有方同學 自業可以令人向上流動 自業不到業 那就向上流動不了 對不對 有方同學不如你回答我方問題 是否意思是SARS的時候樓價超級低 所有人就向上流動了呢 有方同學當時樓價超級低我不知道 但是想問有方同學 為什麼你今天要用我們的 為什麼你今天要把兩個因素去比較 找出一個最關鍵因素 有方同學買車是資產 那車是否向上流動的因素之一呢 其實有方同學一直跟我們比較 03年的SARS 我們一起來看看03年的SARS 可能你會說樓價低 但是人工又低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它向上流動了 但是我們今天見到的是 我們要討論居住問題 怎樣宜外 不是說居住問題沒有了 它是不是就向上流動到 有方同學要看清楚 有方同學都剛才不敢答 因為他都知道很可笑 因為今天這麼多種資產 他說住屋是不是等於向上流動 所以今天住不到屋 就等於向上流動不了 那車都是同等道理 有方同學已經答不到 我想問有方同學的就是 今天如果你說SARS 為什麼今天向上流動不了 是最終原因 因為它的人工是跌了 所以有方同學是否暗解 都是覺得居住 其實是一個表面的原因 實質的原因 是向上流動的原因 是因為工資低了 但是有方同學 今天討論居住問題 當然要討論房屋問題 如果不是你怎樣討論這個問題 是啊 但是有方同學 你要說房屋為什麼是關鍵 有方同學 今天你跟我說 今天你跟我說 今天不是說大家買不買到樓 而是說今天 如果你因為居住 是一個生活必需品的時候 你買不起樓 你就要租樓 如果不是你住哪裡 而租樓 今天看到原來是佔收 是比你六成的時候 你人工再高 都要比你六成的時候 為什麼不是影響你存錢 為什麼不是影響你累積資金 那有方同學 今天你吃東西 都是你的必需品 那是不是你不斷通脹 有方同學 這個你覺得又是一個關鍵因素 那所有東西 影響到你所有開支 這個都是關鍵因素 有方同學 買不到車都是關鍵因素 我記得剛剛有方同學 用麥當勞魚柳包這個升值 跟他們作為比較 原來有方同學 原來有方同學 魚柳包升幾元 和現在樓價升幾十萬 是有得比較的 有得比較 因為兩種都不關鍵 是由原本說 置業是關鍵因素 到剛剛剛剛說 置業不是關鍵因素 就是租它是關鍵因素 我想問一下 由原本月入一萬去到月入六萬 去騷擾同一頂樓 是否負擔比率低了呢 阻礙人來置業 阻礙人來儲錢 阻礙人來創業 現在 我剛剛都問過了 政方已用盡期發言時間 請停止發言 反方 上餘六秒 可自由派出便言發言 簡單來說 我可能就是覺得 今天這麼多個因素都影響 不是不關鍵 但是我可能沒有論證過 今天我反映 有可能要跟我論證 還是為何03年不是向上臨部最好的時機呢 多謝位 現在是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的預備時間 現在開始計時 看看你後 它不是有空中的時間 規則是有空中的時間 但是在這一個要求人員 然後一定要 precurs問 就是這個要求人家的機會 就是要對 人家的機會 就是要進行中的時間 然後我們都要進行中的時間 以及有空中的時間 都是人家的機會 再一個月 口水 然後 掉下時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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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4万4000个单位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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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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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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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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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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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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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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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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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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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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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